投敌投敌 令和第六座家布这反派阵容 谁看了谁能不迷糊啊 高冷玉姐 反差裸裂 甚至还有个小男娘 直接多个许愿一次满足 哎等等不对啊 这几个反派 距离是当生真面 嘎了他妈 这血海深仇 后期不得被生真一刀一个 全砍死了 算了这敌不投了 阿当怕被他顺手打死 并且这性格也是挺香的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 这假命骑士里 近几年酷爱秃脱不母的 反家人侠 貌似还真不少 那本期视频 阿当就来带小伙伴们细数一波 首先嘛 便是这家布里的斯托马克家族了 他们同生真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性格却与其完全不同 目的是企图通过黑暗零食 掌控整个砂糖界 至于他们荼毒生真妈的理由嘛 没别的 单纯就是一句话 人类不是我们的家人 问题是杀了 他们还觉得不够 偏偏还要当生真的面 把他妈也做成黑暗零食 晚上还要来一句 你妈也做不成啥好吃的零食 属实是在人类区上跳舞了 斯托马克家族里 处暂且看不出啥成分的二格外 谁目前最出生 最有可能被生真吐吐吗 那绝对得要是大姐格罗塔 与双子西塔吉普 大姐格罗塔 是在生真他妈 制成黑暗零食后 当面揉碎了他妈的板子 而双子们则是一句 你妈已经在不知名的 沙唐人肚子里了 只能说 得亏现在家布才刚开播 不然若是到中期的话 生真听到这话 高地得要抱走 解锁新形态的 而恰巧的是嘛 葛家布的前辈骑士里 还真有一个图完人父母后 引得主角抱走 最终被反杀的 没错 这里阿当说的便是 传奇DGB创始人苏埃尔 苏埃尔在剧中 可谓是魅少折磨营寿他吗 先是千年前 将其变为创始女神 成为了一个没有意识 只能任由游戏管理员 摆弄的冤枉机器 暂时千年间 不断消耗他的创始之力 最终力量没了 便想着直接将其丢弃 妥妥的是江人母亲当牛马了 并且这帮反派boss啥的 头脑多多少少是有些蠢的 你折磨主角母亲 别当着面整呢 瞅瞅近几年 最出生的反派葛亮 人也没有跑到 宝太郎家里 直接偷偷了他吗 只能说这苏埃尔 结局会被英寿夺舍 直接物理意义上的消亡 成了唯一一个惨死的未来人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提到假面骑士里 酷爱偷偷人父母的反家人侠 自然也不全是 只有反派才干过 对 没错 这里阿当说的 就是狐狸牛三人组 哎 你是不是对他们三个 能出现在这里 感到非常的意外 别挤要 且听阿当娓娓道来 这一切的原因嘛 还是得要归宿到英景和黑化 加入未来人阵营那一刻 众所周知 景和父母早在DGP前行 就已经遭到邪魔图的迫害 永久的失去了生命 因此景和在能够 向创始女神许愿后 也是第一时间复活了家人 但就是这另因DGP 而失去生命的人 全部复活的方式嘛 着实有些幽闷 好消息他爹妈是活了 坏消息他爹妈没活过一分钟 甚至连画面都他妈都懒得给 就直接被景和复活的人 一发AOE技能 再次按回坟墓里了 当然这里实际上 景和充其量 算作是个帮凶罢了 而英寿哥图人父母 也和这有一定的关联 在45集吸收双份 创始之力成为白毛神后 英寿哥将世界重置 到了景和实现愿望前 这一举动 好消息是 那些作乱的恶人 总算是死了 但坏消息嘛 则是那些因为DGP 淘汰复活的好人 一秒就发现自己 又回到墓地了 着实有些地狱笑话了 不过嘛 狐狸这两人 图人父母都是坚决的 唯有牛牛 那是真蠢蠢的恶魔 她是真干了 她在所举办的 天堂地狱游戏中 死亡的人里面 便包含了妇女老少 这之中自然也是 破坏了不少人的家庭 更别说在后期 牛牛还杀死了 等同于景和父母的姐姐 而同样的是主角团 却酷爱图人父母的 反家人侠 还有埃克赛德里的谭力斗 只不过嘛 前面的三人组 是霍霍别人的父母 唯有谭力斗不同 她是霍霍自己的父母 亲妈被病魔夺走生命后 谭力斗便走上了偏执的道路 先是整出了 以谭英子为圆形的 波圆体波比 再是在结局里 对自己的侵略一阵输出 贡献出了著名的 月球孝子权 不过嘛 在境外哲理 这对父子俩是和好了来着 这还能咋说呢 当事人都互相原谅了 咱也不好多说啥不是 此外 若是将20周年里的 机械草家算上的话 这货实际上 也能算作是一个 酷爱霍霍自己父母的 反家人侠 原因嘛 便是TV里的草家 是将真理当做自己妈的 而20周年 继承了草家 全部性格记忆的机械体 却整出了 追杀真理的操作 你就说 这算不算杀自己的妈吧 当然 贾面骑士里的反家人侠 也有不少是大一灭亲的 就比如说下面的这位 贾面骑士史努比 神藏林太郎 他在结局时 便亲手手认了自己的爹 天草四郎是真 不过嘛 碍于平行世界的原因 咱们这只能看到 史努比第46话 关于他俩夫子 决战的画面 仅有个预告 我个息子呀 估摸着这里东大妈 是永远不会把他给放出来了 但有一说一 史努比这爹 算是近几年骑士里 最抽象的一个了 他在剧中的目的是挺简单的 就是想征服全世界 但操作嘛 我只能说 多多少少 沾点礼藩情节 又是杀了林太郎的好友 又是使用一些奇奇怪怪的 催眠了自己的女儿红巴 要与其结婚的 只可惜哦 如此一个畜生 咱这并不能亲眼 看见神藏手认他 着实有些遗憾了 而同样是令和年代 伦太郎也曾手认过自己的父亲 成为反家人侠的一员 在深醉剧场版里 原本孤儿的伦太郎 突然空腔了一个爹 小鸡真二郎 他在伦太郎小的时候 担忧自己的工作 会令家人遭到危险 所以便直接丢下小伦太郎 而在深醉里再次见面吗 你以为这是要上演啥 父子情神的喜马拉 结果这爹却因为剑士拯救世界 害得不少人死亡 要反过来肃清剑士 合着伦太郎 跟着拼命拯救世界 爬打的时候 您老人家不出现 最大的boss倒下后 您就出来维持正义了 着实有些过于幽默了 好在外伦里 伦太郎也没咋迷茫 最后也依然就然 砍了这连家老爹 而在托王老师等人修改过去后 这复活的便宜老爹 也挺有自知之明的 再次见到伦太郎 并没有与其详任 仅仅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 不过提到假面骑士里 大一灭亲的反家人侠 咱能忘了咱著名的 克敌狂魔承哥呢 承哥在鬼仔里 共有三个敌 分别是天空四龙 深海大雾与丹顿 这之中只有天空四龙 没有被承哥打过的 剩下的两名都是死前 和承哥搭战过800个回合 深海大雾是在鬼仔剧场版 100个眼魂里登场的 承哥因花音被抓走了 与其起了冲突 夺走了他的达尔文眼魂 承哥最终发现 这爹是个好人 藏眼魂也是为了阻止反派的计划 而这深海大雾的下场 则是为了保护花音与承哥死亡 至于承哥这真正的父亲丹顿 则是一直都是反派 主张这机械飞升才是未来 只是在最终九战时 还是因为腹外手软了 并没有躲避承哥的攻击 选择了放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按照惯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